大家晚安 平安 首先要向在座的每一位入围者致敬 今天我很荣幸地来颁发最佳年度的作品奖 创作是时代的声音 更能反映时代的需求 与人心共同的渴望 最佳年度的作品 更是编导演极致地展现 使戏不只是一出戏 而使这个作品最能代表属于这个时代的美学 文化的思潮 今天无论是哪一部作品得奖 我们都知道每一部作品都是在座的 每个团队的呕心力学的创作 更是每一个团队最动人的演出 都最令人敬佩 你们太伟大了 我爱你们 好 现在我们来揭晓最佳年度作品的奖 有 最佳年度作品奖 入围的有 2021天鹅宴 唐美人歌载戏团 王爷范 真快乐掌中剧团 佐伯陶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 旺香之夜 星床歌仔戏剧团 当时月有泪 一星戏剧团 最佳年度作品奖 得奖的是王爷范 真快乐掌中剧团 以传统布袋戏结合现代剧场 后场则融合传统旅游行音乐 全剧自然 真实呈现布袋戏艺人的生命情境 令观众忘了 这是一场戏剧表演 我把口罩拿下来 今天全台湾的人都在看我们 感谢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让我们制作很多不一样的戏 美术戏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挑战 那感谢评审委员 对于我们这个戏班 我们是一个家族的戏班 人很少 不过我有很多好朋友 在这个地方 感谢 感谢参与这一次演出的所有的工作团队 跟技术团队 我阿嬷今年九十岁了 她常常都会用她的手机 你看她以前的演出 她说做蜜蜜 做蜜蜜 做蜜蜜蜜蜜蜜蜜 也希望我们还在打招 我们还在学习 感谢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奖 阿爸 阿母 阿嬷 我们到庄了 谢谢 谢谢